自己出手的机会 小孩又再次被地方逆向压制 带走 大长腿 OK 来看一下小孩对战波罗 小孩来对广东 波罗来对香港 波罗用的角色都是非主流的 你看纳克洛洛 这个角色在咱们内地没人用的 纳克洛洛最大的特点就是机动性比较强 但是伤害相比较讨替 而且还是低了一些了 小孩这边缺乏对方AB 动用三段之后开始发起进攻 纳克洛洛后后回避小草的下段偷袭 发起了反击 纳克洛洛这里就被小草带得起 凹了一个晃两段 机会啊 小孩这里先读对方逆向压制 直接生龙带着双杀 现在带走了纳克洛洛 秦远扬 暴罗王是波罗的中间啊 暴罗王这个角色咱们内地的玩家没有人用的 怪人 cd 偷袭 那现在小孩堕罗托被地方吓贼给打雀板 新手改达文之后再来荒咬三段 角落里咱们打起拍成了 角落里cd压制 骗头 暴罗王 血量又被小草消耗了半血了 鱼哥 半干落 小草现在还在找机会 古人又偷偷了 又偷到了摸奖 小孩要用死血翻盘吗 牛批啊 现在师娘来了 黑丝大长腿 师娘梁对战 陶地英 陶地英现在血量不到200 但是小孩再次下盘摸奖 成功 给他夹一下 师娘热力再打 确返 小孩来对广东 波罗来对于香港 黑丝大长腿 师娘开始发起了下段的进攻 果然 折手了 那对一面小孩 你看到没有 师娘这里都没有带 带超杀了 只飞掉了半格气 打了这么多的伤害 又开始了 打中断 现在阿珍没有自己出手的机会 小孩又再次被地方逆向压制 带走 大长腿 武器科隆 这是小孩的大将 这么多的资源 满血满气 师娘看到的这个克隆 也是比较头疼 这个家伙打人不比他轻 继续前冲 那克隆现在还在找机会 小孩发起反击了 对一面的师娘的 许亮随时不是很多 许亮很接近 双方 还想压你一下 赢了 小孩连招出现失误 波罗还有机会吗 叫瑞飞杂金 透析成功吗 没成功 没成功就要死啊 小孩先开张了 DBO3月28去啊 应该28号就开始户外直播那些吧 小二号就没用八神做主力了 两个人 两个人血 香港的波罗又被倒退 这波罗又被倒退 这波内向轻腿连断11点 哇你妈这边 这打了这么多血 350 波罗 别看 这块头大 但是打人真的不是很疼啊 哎呦 想偷袭 加比战役之后 再烟水飞连 好 抓起来 怎么办 这是美女野兽吗 兄弟们 波罗王这角色是一个摔角手啊 小孩损腿打击打雀反 再ES小蜜蜂吹飞 太正 不派 好 压啊 郑力德 波罗王现在只有招架之力了 没有还手力气了 又是TG搜集 不行啊 一直压制压着波罗王 没有机会反击 好了 咱们继续来看现在对局 来对小孩的 珍妮特对战波罗勒师娘 师娘现在五颗气 小孩说五颗气又怎样 老娘好队连 取消两机招战 走到战路了